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上個月中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 就曾經說過 要押後那份外國干預美國大選的報告 去到一月的時候才是呈交給總統和國會 根據華盛頓《觀察家報》的報導所說 就說這份報告在1月7日已經呈交給國會 同時間呈上國會的 還有情報總監拉迪克利夫的一份信函 以及情報界的分析監察員祖勞夫的一份報告 拉特克利夫呈交給國會的信函 就長三頁子 現在在網上大家都會找得到 已經變成了一份公開文件 到底拉特克利夫在這封信中有什麼評估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拉特克利夫在這份信函當中 有引述到情報界分析監察員祖勞夫的那份報告 那份報告是怎麼說呢 就說有部份的情報員 是不願意將中國的行動 描述為干預美國大選的行為 有部份情報員就認為 中國是有干預美國大選的 不過 中央情報局的管理層就採取了行動 向這班情報員施壓 要求他們撤回 對中國干預美國大選的看法 實際這份 這份祖勞夫的報告 和拉特克利夫的信函 正好是反映了 在較早前有些媒體所說 美國情報界基本上達不到一致共識 到底中國有沒有干預美國大選 有部份就說有 有部份就說沒有 現在原來 認為是有那班被人壓低了他們的意見 現在這份 三頁子的信函就是公開文件 但是 呈交給總統和國會的那份 真正的 外國干預美國大選的那份報告 目前 公眾就是查閱不了 按照拉特克利夫現在在信函當中所敘述的情況 我就相信 這份報告 就不會對於中國作出任何的嚴厲指控 因為既然 那些情報員認為中國有干預大選的看法 都是被壓下去的時候 即是說到時出來這份報告就是 叫做結證版 即是說有關於對中國的指控 就肯定 不會在那份報告當中出現 如果不是 拉特克利夫就不需要額外寫一封信 給國會 來聚述 他的個人評估 好了 拉特克利夫的評估是怎樣的 他就說 基於所有 可以動用的情報來源都顯示 在排除了任何的政治考量或者不當壓力的情況下 所得出的結論就是 中國是有尋求影響 美國大選 拉特克利夫還說到 說他身為國家情報總監 就是可以接觸得到 所有有關於中國的最敏感情報 而他本人就不相信 情報界目前所表達的觀點 是能夠全面和準確地 反映得到中國政府影響美國大選的程度 他那個個人的評估 就非常之斬釘截鐵 就是認為大陸是有影響 只不過按照他的說法 其實都已經說得很坦白 就是那份 外國干預美國大選的報告 裡頭的觀點是不全面的 是不夠準確的 所以他才寫這封信出來 將他個人的評估 敘述一次 至於祖勞夫那份報告又提到 說有部份的情報人員 對於俄羅斯和中國 如何來干預美國大選的分析 採用了雙重標準 這一班的情報員 將俄羅斯的活動 就標明了為明顯干預大選的行為 但是同一班的情報人員 當評估中國影響大選的行為的時候 就有所猶疑 所以就沒有作出同樣的評估 好 而且這一班的情報員 也都是普遍不認同特朗普政府 目前的政策傾向 從而不願意 突出中國 在這次大選當中的角色 這個就是 是祖勞夫那份報告的總結 當大家看完拉迪克利夫那份信涵 和祖勞夫那份報告以後 肯定會產生一個質疑 究竟 目前那份 外國干預美國大選的報告 是有幾大程度上能夠反映得到事實 中央情報局又對於情報員的分析 橫加干預 有部份的情報員在做分析的時候 存在著一個雙重標準 對俄羅斯就相當嚴格 對中國就非常寬鬆 其實這個 在之前都已經是反映了出來的 特朗普也有說過很多次 就是說 凡親說外國干預美國的時候 那些民主黨人 或者是部份情報界的人 往往就是會說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在念口往 因為其實民主黨人一直都把俄羅斯當為 是一個假想敵 是一個稻草人 已經在過去幾十年都沒有變過 甚至大家都看到 拜登未上台 就已經說定 要將外交政策 重返到奧巴馬的年代 重返到奧巴馬的年代 就是要把俄羅斯放在敵對的位置 然後就是對華友好 這件事已經得到了證實 拜登所欽點的印太事務協調員 坎貝爾 在1月14日的一場公開演說當中 說中美之間 應該是合作共存的 這個就是 完完全全的奧巴馬2.0 至於說中央情報局 去干預 情報員的分析 這個無非就是要斷了特朗普的後路 因為有一段時間在傳 究竟特朗普會不會 是啟用反叛亂法呢 其中一個啟動的契機 就是這份外國干預美國大選的報告 現在看來 就是被中情局斷了的後路 因為根本上他在干預內容 除此之外 當然特朗普身邊的人 尤其是他那班律師團隊 其實都在祭奪他的行為 之前有一個 My Pillow的CEO 那個叫做 Mike Lindell 他在上星期五進了 白宮的橢圓營辦公室 跟特朗普總統會面 他後來 在接受一個 右翼廣播的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提到 說特朗普周邊的人 就在這裏 左頭左勢 就是阻撓他 利用一切可行的辦法 來進行反撲 Mike Lindell的這個說法 正正就是跟我們當日的分析 一模一樣 下右中 根本上他周邊的人 也都是 好像不想 上身 或者是不想受到 反撲的牽連 因為這個反撲 可以說叫做 不成功變成人 可能他周邊的人 不是有很大的決心 在上個月初的時候 特朗普法律團隊的一名律師 Jan Ellis 在Twitter上提到 說啟用反叛亂法 是不可行的 當時他就被 民眾罵到七個一皮 在留言 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這班人 是得逞的 因為到最後 所有可行的反撲辦法 都被壓低了 大家都記得 白威爾律師和 法林將軍 曾經都入宮 進建特朗普總統 當時他們都提出了很多建議 後來出來的時候 又是說那班 白宮幕僚 顧問 那些律師 在左頭左勢 其實就是跟 Mike Lindell的說法是一樣的 所以有時候的事情 就叫做 時也命也 當然 拉達克利夫的這份報告 也揭露了 美國那種腐敗 已經去到想像不到的程度 原來中央情報局 是可以 對於 情報員的分析 作出這樣的干預 你應該反映 事實 現在的情況 就是你已經有了一個 既定立場 然後 凡哪些情報員 他所說的看法 是符合你這個立場的 你就採用 如果是不符合你這個立場的 你就向他施壓 改到符合你這個立場為止 你這一份 似乎不是調查報告 而是文藝創作 然後我們又轉看看 這個 所謂的美國總統就職典禮 實情 現在華盛頓特區 已經進駐了接近3萬名的國民警衛軍 這個情況當然 相當之有問題 拜登宣稱自己有超過8000萬票當選 為何你 要將首都封到這樣 要不需要找那麼多重兵來團駐 你應該是受到萬民擁戴才是 況且在以往來說 每一屆的總統就職典禮儀式 都會大約發放20萬張 觀禮入場券 但是今年 竟然只是發放了1000張 那麼大把 拜登的所謂過渡團隊就說 今年的總統就職活動規模 將會是極端有限 同時他們呼籲全體美國人 盡量就要在家裡觀禮 而不是像以往那樣 前往首都華盛頓 而就職典禮委員會也都宣稱 拜登在宣誓就職以後 就不會舉辦傳統的慶祝遊行 而是改為虛意的遊行 通過電視廣播的形式 展現出美國各地的活動 根本上 下年接受群眾歡呼的勇氣都沒有 定義說根本上是不會有這些群眾出來歡呼 你說8000萬票 當然他們大條道理 就說因為今年受到這個武肺疫情的影響 所以就要跟過往的就職典禮安排有所不同 這些很明顯也是藉口 你不就是跟特區政府說疫情關係喊候選舉 所以正如陶傑所說 讓你霸佔的位置回來 你管不管治得來 接下來的四年肯定那些管治就是會一漆一漆的 只是德州現在就已經是不妥理了 是不是 德州就是傳統的紅州 也是經濟的強州 加州有很多高科技企業 就因為稅率的問題 就趕忙地 遷返過去德州 你拜登管治得如何 民眾會服你嗎 是不是 你現在搞到整個首都好像軍政府狀態一樣 三步一江五步一騷 全部封了那些圍欄 街道上面又裝了那些 CCTV的攝像頭 然後 又囤著那麼多的兵力 在這裡 喂 大哥 人家那些保守派媒體都笑你了 你是不是當了這個華盛頓特區是巴格達 不知所謂到極 沒有一屆的美國總統就職典 是會用這樣的形式來安排的 而且不要用武肺這些那麼低能的藉口出來騙人 只是看看你那些國民警衛軍 不戴口罩的又有 口罩戴下巴戴上頸的又有 近距離吹水根本上就保持不到那個適當社交距離的又有 你說要為了防疫 你連那些軍人都管不了 怎樣防疫 其實全部都是推堂支持 根本就是你拜登不敢面對群眾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